流行乐女王马丹娜 女皇马丹娜 昨天晚上出登场在台湾 演唱会登场 但是大delay持了140分钟 到晚上10点20分 才搭着铁龙空降小巨蛋舞台飙唱 也创下小巨蛋最晚开唱记录 不过我们会说 很多西洋的天王天后来台湾 我们先来比比看规格 大家会说天王是Michael Jackson 那么女皇就是马丹娜了 那么这一回马丹娜的演唱会呢 我们看到是叫做新叛逆 二月份就是现在举行 那么地点在台北小巨蛋 最贵的一张门票要三万块钱 而现场能够容纳一万两千人 在小巨蛋的演唱会 而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来 看到Michael Jackson 两次的演唱会分别在93跟96年 那么地点是在北市体育场 跟中山足球场 当年的最贵票卡 其实已经很高了 就是四千块跟六千块左右 而当时的观众的单场人数 是四万到五万人左右 那么这是双两个巨星来台 开唱的规格比较 那么我们就回到这次 马丹娜演唱会 虽然延迟开场 但她充满爆发力的演出 立刻就征服了歌迷 演唱会最后 马丹娜批上了中华民国国旗 演唱安扣曲 让全场嗨到最高点 流行乐女皇马丹娜 4号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直到10点20分才现身 创下了小巨蛋 最晚登台记录 但粉丝依旧热情一间 女皇的降临 一连演唱23首歌 唱到凌晨12点半 才正式结束 演唱会中惊喜连连 除了预定歌单 马丹娜更独家演唱 Take About献给台湾 这是她在1994年 推出的歌曲 也是她霸占排行榜冠军 周数最多的一首 但她却从来没有 在演唱会上发表 除了隐藏版大放送 马丹娜甚至和摇滚区的歌迷 近距离接触 亲民大方的形象 让在场粉丝为之疯狂 演唱会的尾声 马丹娜披着台湾国旗 压轴演唱Holiday 还不断高喊谢谢台湾 似乎是想为了DJ Mary Mack 在开场时口误 说了一句 I love Taiwan I love China 试图还家 马丹娜唱组两个小时 诚意十足 只是演唱会结束时 已经超过凌晨12点 恐怕要接到超过 350万元台币的罚金 有点TV综合报道